好,各位同学,休息的时间结束了 那刚才呢,咱们花了一点时间 介绍了一个小的办法,叫做试除法 当你发现一个多位数,它的末几位不知道的时候 又告诉你它能被某个数整除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给它的末几位 签了最大的几个9去除一下 除尽了最好,除不尽,你把余数一减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方法,对于我们刚才说过了 对于这类题是有奇效的 那当然了,我们刚才说过了 当末位几位不知道的时候 试除法是没有问题的 其实中间几位如果不知道 试除法也是能做的 不过这个相对而言 就要比末几位的数不知道 要难度增加了很多 所以呢,接下来第四 请各位同学一定要认真的 集中好精神,集中好注意力 跟随大家老师一起把它给消灭掉 要不亏它的五星之选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 有一个六位数,11框框11 中间两个方框呢,现在不知道是谁 要求你填完之后 它能够被17和19整除 问方框当中的两位数 应该填的是谁呢 好,还是一样的道理 这道题目也是可以通过试除法的方式来做的 但是它在下面那个简余数的时候 是要稍稍需要同学注意一点的 好,首先第一个 能被17又能被19整除 那这个数最小应该是谁呢 最简单,我们只要用17乘以19 算完的结果,加已经算完了 是323 那因为17和19 这两个数很明显是互质的 或者换句话说 除了1之外 17和19还能有其他的共同的因素吗 没有 没有,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17直接乘19 323 然后接下来方式是一样的 那我就给这两个方框里面贴上两个9 那就是119911去除以323 看伤是几,余数是几 是不是就可以了 前面几步跟我们刚刚讲过的试除法 没有任何的区别 别无二之的 那我们简单看一下几个过程 首先这个数能被17和19整除 一定是323的倍数 那接下来我们试除一下 119911除以323 会得到一个这样的结果 好了,接下来要注意了 如果是正常的试除法的题目 也就是如果你末几位不知道 到这我只要怎么办就可以了 减 我把78这个余数 用119911一解 是不是就可以了 但是大家要注意了 这道题目 是不是只有中间这两个不知道 也就是我的末两位 也永远保证都得是 11 那你看减78行了吗 不行 就不行了吧 因为你减了78 后面这两个11肯定就要怎么样 变了 那也就是说 在保证能被323整除的情况下 你减78可不可以 不行 不行 你减了78 虽然能是323的倍数 但是不能保证末两位还是11吧 那就意味着只减一个78 数不可以了 也就是说这个数减完78 1199 11减78 虽然能是323的倍数 但不能保证末两位是1 所以减78不行 那我就还得再往下减吧 再往下减谁呢 再减个78 那就不是 非常好 当我把78减完之后 这个数是不是已经是323的倍数了吧 那你再减这个78 不是了 连323的倍数 那好不容易千辛万苦满足的一个条件 又被你这样很容易的给咔嚓 破坏掉了吧 那想一想 减完之后 这个数已经是323的倍数 那最后再往下减什么 才能保证减完之后 还是323的倍数呢 减323 非常好 那当然就只能去往下减323了吧 那接下来的任务就是 那我再减一个323 能不能保证末两位还是11呢 如果能 当然就可以了 那如果不能呢 你继续减 就继续再减323 不行呢 再减 不行 再减 当然了 我相信聪明的同学已经想到 老师你肯定不能这样子做吧 这个万一还是那样 然后碰到一个不太下流的老师 这个我得减到猴年马月去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咱们来想一下 那现在我们往下减323的目的是什么 是不是就是减完78再减去一堆323之后 要保证它的末两位还是11 好那也就是说 如果我把后面减的这些数都合在一起 相对数就是78加上若干个323吧 我也不知道是几个 咱不妨有n个 那是不是就是78加323乘n 那是不是就要保证 这个式子算完最后的结果的末两位 应该是 00 这样你用墙门一减 末两位11减00 最后算完的差的末两位还是 11 是不是就OK了 那现在我的任务就很简单了 那就是这个 也就是减几个323 能让它跟78算完的结果 末两位正好是00呢 那你可能从末两位入手不太好想 先从末一位看呗 这是8 那8加谁能够是0呢 2 答案是 也就是323乘乱n的末位数字点是 那你想想这个n至少就应该是谁 4 3乘谁位数是 4 34已经12了 所以n最少取的值是不是应该就是 4 那你算算4行不行 323乘以4加上78 不行 这个相信咱们同学口算都能看得出来 不可以 哦 4不行 那那就再往上了吧 点4个他不行 但是还得保证这个n的尾数一定点是4 因为只有3乘4才能保证最后成绩的尾数是2 对吧 那4不行 再往上尾数还带4的 就只有14了 如果还不行 再往上就是2434 当然了 到这里咱们的初期老师还是蛮善良的 因为14就OK了 好了 那我们这套题目就解决了 好 各位同学 再往下的解析过程能明白了吗 这就是中间如果有数不知道 它可能相对来讲稍微复杂一点地方 就不是单纯减余数了 别保证减完余数之后 再减去若干个323之后 能够让它的尾数还是11 好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解析过程 用末两位数点是1和1 所以要从它中减去78和若干个323 并且减去的这个数的最后的末两位点是00 那这样子的话 N就只能有41424这样的取值 那么验证一下N等于14的时候就可以了 我需要减掉的那个数是4600 这样119911减4600 最后得到那个数就是115311 也就是方框里面签的数 就应该是5和3了 好 同学们 这就是我们第四的做法 也是可以用试处法搞定的 只不过相对而言 需要同学注意的一点 那就在这里了 就是减去的 不能再是若78 而是还要再加上若干个323 好 各位同学来看一下这个方法 能明白了吗 好 那同样的对于这要题目来讲 还是大家要希望同学们再多掌握一些 试处法掌握了之后 再给大家介绍这要题另外一种 别样的解法 别样的题目的别样解法 也就这要题 我们还可以用我们熟悉的数字笔来搞定 咱们来看一下 这个六位数 是不是也需要保证除以323 能够得到一个伤吧 整除除尽了 对不对 那现在呢 我也不太清楚这个伤是多少 但咱们想一想 这个伤能够是几位呢 一位 不可能 两位 三位 三位对吧 那四位为什么不行的呢 想一想 四位数最小是不是一千 三八二三乘以一千 那得到的这个成绩的最小值也就是三二三 零零零 比它大 就要比这个大了 对不对 好 也就是说我现在知道了 我除完之后的这个伤肯定应该是一个三位数 也就是说现在我应该知道 三八二三乘以一个三位数得到的成绩 是不是应该是一个这样的结果吧 好 那我把它转化成数字尼的方式来做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三八二三乘以我要得到那个三框框 最后得到结果是不是一一框框 一一 对不对 好 那接下来是这样子的 这个框乘以三百二三肯定保证的肯定是一个三位数 但是能不能是四位数呢 现在不好确定 所以其实最强调的这个框应该是打上一个虚线 它有可能有数字也有可能会没有 同理这个框也是要打上虚线的 能明白了吧 那当然了 这儿也是要有一个虚线的框 表示的是这个地方有可能有数字 也有可能没有数字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 这个地方是一 所以这儿是不是肯定是一吧 那三百二三乘谁的位数是一呢 三乘谁只有三七二十一 所以上的末尾马上确定了 就是七 那OK 三百二三乘七 我是不是就出来了 三百二三乘七的结果应该多少 两千两百六十一 好 接着再来 有六加框还等于一 五 很好 那框这儿是不是只能填的是五了吧 那三百二三的三乘谁位数是五呢 只有三五 一是五 所以这儿就应该是五 好 马上五乘三百二三 第二组又知道是多少了吧 应该是一千六百一十五 好 接着再往下 这时候我们看看首位 就是像这个框不知道了吧 它乘以三百二三 可能得到结果就是一个老老实实的三位数 也有可能会是一个四位数 那我们想能不能是四位数呢 如果是四位数 那这儿只能填一 那一加谁还能等于一呢 这儿就只能填零 也就是三百二三乘以一个数等于一千零几 想一想 没有 三百二三乘三是个三位数 乘四就至少一千二了 对不对 没有 所以这个数乘完三百二三 肯定只能是一个三位数 好 那如果是三位数的话 一加谁还能往前进一 这数肯定是九或者是八了吧 那三百二三乘谁能等于八百多或者九百多呢 很好 只有一个乘三 那算完这应该是九百六十九 好 我们加一下 这个加完等于三 这个加完等于五 符合题目的所有要求 好了 那通过数字名 我也能得到这个六位数最后是 一一五三一一 好 这就是我们的第四题 怎么样 不愧是一道五星级的题目吧 可以用试出法来做 但是需要后面讨论 同学要注意 但是你发现 它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方法 可以用试出法来做 同时有意思的方法 还可以用我们的数字名来解决它 好